上期节目相约走进江苏南京高淳区 南京大学伦理学硕士毕业的村官刘文强 经过两轮官乡 从三位姑娘中 选了一位在房地产公司做多导员的李玲 可俩人到底没看对眼 因为我又不在家 对他们这个感觉好像亏欠他们 这期节目走进宁夏西极限 不会让我们白忙祸吧 你也是来骗婚的 这女子替妈的了 双虎加资名品 邀您共赏 这里是宁夏人口第一大县 回宿人口占全县做人数的57% 这里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 马铃薯出口五大洲二十余个国家 这里被誉为中国芹菜之乡 是中国西芹无公海科技壮心示范县 这里有国家级森林地质公园 火石寨丹霞地卯风景区 有地震艳色湖遗址 镇湖等旅游景点 这里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海市著名的文学之乡 华夏古钱币收藏第一线 这里是宁夏回宿自治区 七极限 今天几十位映证者 在了解一位小伙的基本情况后 愿意与她相亲交友 栏目组筛选出三位匹配 度较高的姑娘 什么样的女汉子 相亲现场骑大摩托 还带来诸多追求者 你也是来骗婚的 你让我骑着何看 今天如果你不选我的话 那帮哥们揍得更狠哪 什么样的女记者 相亲现场管男嘉宾叫爷 零食和碗子 在同一个地方发的 家里跟被原子弹炸过一样 这个女子太麻辣了 大姨别管我香的 什么样的农家女 提出娶她必须限投二十万 你有没有钱啊 你也看值得更好啊 一年挣一百多万 不给老婆花 男人留着钱出去拐货 钱差不多 哎呀 承包三千八百目的的 创业男该咋选呢 最后一次见她 差点出了家 相约宁夏西极限 马上开始 姑娘 小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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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进入双虎加斯明品 冠评播出的相约栏目 我是主持人肖东坡 我现在呢 是在宁夏西极县 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 今天呢 我要在这里 帮助一位帅小伙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咱们 首先有请 姑娘们上场好不好 今天呢 小伙子的妈妈 分别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你们能不能猜一猜 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拥抱吧 谁拥抱啊 男嘉宾的妈妈 你呢 我觉得是不是 给你一个祝福 不对 不得 你觉得呢 应该是送点花 最后是玫瑰花呀 我们来看看男嘉宾的妈妈 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 这是什么礼物 袋子 袋子 喂 咱们这叫袋子 为什么要准备袋子呢 怕把媳妇动了 怕把哪个媳妇动了 怕三十八都动了 您当年相亲的时候 孩子他爸给你 什么见面礼了没有啊 一块钱 这一块钱怎么花的啊 什么五福钱 看了电影了 二福钱 没了一种种睡喝了 五福钱 没了一种种挂子 吃了 手下来拿着回来 买了这么多东西还能剩下 那你也要找儿媳妇 您最担心什么呀 最担心的染指甲 为啥呀 手上我不喜欢 染头发没事 没事 这个要求挺奇怪的哈 你们伸出手来我看一看 那个把手背过去了 平时就染指甲 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 喜欢涂着玩 你说你闲着没事 涂着干什么呢 那我也不知道 人家妈不喜欢涂指甲呀 这样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王丽出场 来 天哪边都疯狂了啊 我叫王丽 今年27岁 承包了3800亩地 带动200户 轮民盾止 马铃薯 玉米 西红柿 在县城开了一家 小型超市 还有就是 年收入近上百万 两套房子 两套房子 三辆车 事业稳定 然后就去了一个媳妇 你找对象 最担心啥 你看你妈呢 最担心染指甲的 最担心被骗 看来她是一个 有故事的人 被骗过是不是 对 骗得很惨 找过两个对象 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四年多 五年吧 然后她跟别人 订婚了 没有告诉我 依然在跟你处传 对 这四五年的过程当中 你对她怎么样啊 她上大学的时候 学费啊 帮她交学费 对 五六万吧 你那个时候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三千多到四千吧 你能给她多少钱呢 三千多一点点 就给自己留几百块钱 对 第二个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吧 差不多就是 成生活的那一部分了嘛 大一部分呢 她是应该说是 一眼离不开打火机 还帮她 没早餐呀 别的地方就是 给她建好东西都没给她 我俩吵了一次架 我俩分开有两个多月 把她结婚了 为什么说她骗了你呢 她告诉我 不会离开我 百分之百和我会结婚的 结果还是被骗了 在你眼里 这是不是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灰色的吧 才下雨了 还不两次骗 说什么 你们都不能再骗她了 如果要订婚 一定要告诉她 今天呢 这个王力呢 带来了一个箱子 里面藏着她的一个秘密 一直掉原来 差点出了家 一会儿呢 场上三位姑娘 只能有一位 留下来 看到其中的秘密 留下来的这位呢 还能现场得到 价值上万元的 金大福钻戒 如果能够走到一块呢 还能够得到 包括汽车在内的 更多惊喜 我们在这之前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场上的几位姑娘 第一位姑娘 打开自己的箱子 我叫王小燕 今年23岁 加入西极县几乡证 现在呢 我是西极火势 爱景区的一名 蒋景云 这个就是你的主场 对 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被一致评价为 是一个女汉子 女汉子都有什么爱好啊 我平时喜欢打篮球 桌球 还有斗鸡 好多好多 我看你这个手上 带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可厉害了 不是 我说那个手上 带着什么东西啊 这个手 钻戒 你也是来骗婚的 没 你还嫌我们小伙子 不够惨吗 这个东西 只有两块钱 我现在就可以扔了 你把我妈打着了 不是 这就是缘分了 你妈当年订婚的时候 才得到一块钱 这个戒指两块钱呢 这个手上戴的是什么呀 这个呢 是刺猬 是专门 保护我以后老公的 用过没有 帮我妈妈 打过别人 因为我们家 也是开超市的 就是我们村子里面 有个人欠了我们家 战事三四年 他们不还 然后呢 就有一天的时候 我妈看见他的时候 他对我妈非常不敬 然后我过去的时候 再拉不出去的时候 就摁他了 这个东西打完了之后 什么效果啊 脖子 烂了 几个洞 你这么麻辣 就这么麻辣 我们在电影里面上 我妈不可能 有着你许伤吗 哎呀黑哥你当个零 他是专门保护老公的 万一有时候失手了 他肯定会打我 不可能不可能 平时如果是有歹徒 对你老公 上下立马摁住他 我说蛋个零 我是帮你 你别着急 咱们试一下 我们的导演啊 刘导 来来来 这个 假如他对你老公不尊重 你现在会怎么样 你瞧见了没有 女保镖 哎当会当会那刘导 你过来 刚才你说 喜欢玩的游戏当中 还有什么 斗鸡 斗鱼给我看看 干拜下风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玩 经常玩 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 会很快乐的 我会被他打趴下的 不可能的 我是保护他的 平时在这个村里 还有什么女汉子的事 没有啊 我会骑大摩托车 骑着摩托车 带过男同志没有 还没有呢 今天能不能 带带我们的男嘉宾呢 可以呢 这是你第一次带男同志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 太疯狂了 我看上面写着 女汉子处处护老公 怎么讲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会护着她 会做家务吗 会 做饭 打扫卫生 我主要是 怕是以后在一起了 她根本叫不起来 让她上机 她肯定说你去吧 你会这样吗 不可能 如果你跟老公吵架 我会让着她 老公说东 我哄她 你去忽悠吧 你能看出她忽悠来了是吗 肯定忽悠 这个人被骗时间长了 怀疑一切了开始 你应该相信一次 我相信你肯定会打我的 她前面两次都相信了 结果都被骗了 所以第三次 轻衣不敢相信 如果说结婚以后 你准备 什么时候要小孩呢 天哪 你也该值得更好 人家就这么值 我看你好像有点腼腆了 两年后吧 你希望什么时候 随时都可以 女汉子就是这样 这个女子特麻辣了 你别着急 我觉得她还有很多优点 你没看着呢 我们来看看 第二位姑娘箱子里的秘密 来 女记者 大家好 我叫杜娟 我家住在那个 西西县新营乡的 万达川村 然后我现在呢 是在咱们县电视台工作 那么记者和文案的工作 我都可以做 我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 智障儿童欢乐做的那种人 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欢乐的家庭 你爸妈平时都怎么叫你啊 咱们地方特色的就是狗蛋狗娃 大脸猫呀 大白脸呀 然后大粗吐儿啊 我觉得你爸爸妈妈 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 也确实 不是你不知道 脸大福大 不是不是她脸大 是你脸小 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小名啊 叫金晶 管她叫金晶就行了 是不是 不行 这个名字已经弃用很多年了 为啥弃用了呢 这个你得问我妈 你叫金晶这个名字 有点绿色 所以我老公 以前做了这个女朋友 名字叫个木木晶 我前行为父子那个女儿 我老公给你 那个名字叫金晶 你老公旧情难忘 有种变意思 然后你听到了之后 把这个名字持有 简决不了叫 你给孩子起名叫金晶 到底适合居心 那个那是她小心点 杜娟俩子是谁起的名字 杜娟俩子 杜娟是你起的 当天在被怀疑 什么娟呢 是她前男友的名字 我爸妈一般 我都不叫他们爸妈 我管爸我叫老杜同志 管妈妈叫牛美人 有一天 她穿着一身运动服 然后走到楼道里边 她走我前面嘛 就视线正好停留在 她腰跟屁股那个位置嘛 看着看着 我闲着没事 就把她裤子给扒了 扒到哪个位置啊 没没没 就后面就这样 我关心的是 你将来跟老婆婆在一块 会不会老爸爸老婆婆裤子 你跟爸爸之间什么样 别看我爸 现在这样 我爸年轻时候可帅了 留个大奔头 有一天中午她回来 我就叫着我妈 把我小时候那个 扎头发 就扎起来两大坨 那个大花 蝴蝶结 没没没 就把她中间那个 扎起来 给扎了个冲天旧 然后我爸就睡觉去了 然后结果那天她迟到了 我起来忘了 带那个冲天旧 那花就走了 上班去了 对 然后从此就留短发了 将来你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设定主题日吗 这周咱们家过的是 汉朝的日子 进来就拜皇上 他前面没事 可以就找个线裤呀 找个线裤让你扒 自己身上就用那个披风嘛 经常要拿线裤当披风 这样的生活多么快乐 灭 你觉得你对我们这种 微胖界的女孩 你什么看法呀 你说啥 但我跟夏老师 我们都属于微胖界 我好像脸比你小点 要不咱们比脸 咱俩别比了 反正她脸是最小的 你对她的体型怎么看 挺好的呀 对 你说对了 你就应该觉得 微胖界的女孩 是最好的 为什么 打架打不过 太瘦了也不好呀 太胖了也不好呀 然后我们就属于中间值 就是最棒的那些 你不属于太胖了的是吧 对 属于中间 对 先别急着说 我们还来看看 第三位姑娘小组里的秘密 来 我叫范永丽 今年24岁 家住西级县西级厂上河村 我毕业于 山东野台职业学校 现在在 一个马铃鼠合作社工作 我 说说说 不要紧着他 说 紧着他紧着他 你说 你连话都说不 只连跟饵一样 那你不像很一样的 那你就接着说 给大家报纸一点 什么别干 就不说了 能干活 花钱少 男孩子的活 我可以干 女孩子的活 我也可以干 男孩子什么活 种地 除草 喂羊 喂牛 盖房子 接瓦片 掰砖头 掰土 还有水泥 50公斤的 天哪 这是真事 盖房子往上扔那个瓦 扔过没有啊 扔过 你是在上面 是在下面啊 在下面也扔过 下面往上扔 然后 在上面也接过 花钱少 怎么讲 我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地摊货 差不多都是 三 三十到四十 吃点之类的 都舍不得花钱 到超市里面 然后看 转上一圈 哎呀 薄薄也扶就行了 如果老公将来 给你买两千块钱的衣服 穿不穿 当然穿了 但是 买的次数多的话 就感觉到 有点奢侈了 多了会怎么样 我可以退啊 对吧 退过去的钱 我自己装兜里面 然后小孩就好了 爸爸妈妈来了没有 今天没有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种土豆嘛 现在在 土豆比你还重要啊 没 再说了 万一来 家宾不学我的话 那给多丢人啊 家里谁来了 我表姐过来了 那表姐不怕丢人啊 不怕丢人 觉得这个小伙儿咋样啊 挺阳光 挺帅气的 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上来呗 我不行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家宝宝都两岁了 我现在肚子里面又有一个 现在五个多月了 我们土豆妹 有什么问题 要问问我们的小伙子 你有没有钱啊 有 赚了十块钱 十块钱呀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嘛 从小 我就是 家庭比较贫困点嘛 假如说呢 这个人对你不是很好 但是很有钱 你选不选 别别 一百万 不行 一千万 三千万 还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出更高的 八千万 来兄弟你下去吧 你得他走 八千万归你了 咱们前一段啊 这个有个观念炒得很火 是宁肯在宝马车里哭 你现在呢 这个八千万 即便对你不好 你也要嫁 你不怕引来争议吗 钱固然重要 但是我可以选择 钱差不多的 对我是争取好的 假如说你结婚以后 你的金钱归水管 第一有没有钱 第二归水管 就俩问题 第一钱不多 第二归心儿吧 现在我们要看到三位姑娘 给你的爆料 这一轮结束之后 我们的男嘉宾 将从中淘汰一个人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位姑娘 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你是还想把他追回来吗 对 你找个 今天如果你不选我的话 那帮哥们斗得更狠的 家里跟被原子弹炸过一样 你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武力能解决的吗 许你要先投二十万 找个投资商不就完了吗 投资商不好找啊 他还需要的秘密 钱不给老婆的话 男生留着钱出去拐货 相约名下西级线 好戏还在继续 第一位姑娘 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哥们都是追求者 哥们都是哪的啊 天津的上海的福建的 银川的河北的西级的 天哪 兄弟 就差有海外的了 你们这欢心好到什么程度啊 为我去打架 平时就是他不打你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来打你 今天有来的没有啊 一人都是哥们 兄弟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场面有点复杂 这哥仨都追过他 第一位 说一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有一天啊 我在他们刷边那边 在他家收拾 每两瓶矿泉水 然后我等车呢 他就把我送下去 送到县城啊 骑大摩托车 就这样认识的 你不说没带过人吗 是骑我们家电动车 你们俩相处过 相处过两三个月吧 那你是还想把他追回来吗 是的 你让我提起何看 你想对他说点什么 要是他俩孝顺的话 希望他们俩好好过日子 谢谢 谢谢 对他好一点 我觉得你俩应该喝一杯 第二位兄弟 我们是这一个葱的 从小玩到大了 青梅竹马 你俩也相处过 有过两年多吧 下一个估计就得三年多了 我觉得 我不得抢过 后来咋分了呢 我出去了 我出去在外面了 然后就分了 这就是经验 以后轻易不要出去 对他有点什么忠道没有 他经常吃辣的 胃有点疼 所以他好好照顾他一会儿 没法再停下去了 是不是 还有第三位 你也追过他 今天到这个场合来 参加他的相亲 是一个什么感觉 心里很不适的滋味 塞塞的 我就大闷了 你追过他 追着追着 怎么能把自己追成哥们 我追他 他看不上我 哥们里面那么多 两年的几个月都在 都在下当位置 这样的哥们有多少 好多好多 我难过得很 你的心在低血 对 别着急 我们来看看 女记者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房间乱的呀 其实我 我挺好的 你怎么接班了呢 我问问妈妈吧 还是 而且下个杂货铺 有三东西给你 可以拿出你 草腿上可以用 瓦子 零食杯子 瓦子都能上窗台 不是 是这样的 你先跟这话 妈妈接着说 所以他平时 喜欢的秀外物 这得多大的窗台 能放这么多东西 最让你恐怖的是 什么情况 零食和瓦子 在同一个地方放着 就那家里跟被原子弹炸过一样 其实我是这样的人 把东西摆得乱得乱得 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然后哗就开始收拾 然后就要那种 一劳动 那个成果 就咛咛咛咛咛 在那放 老公将来也是一个 不爱收拾家的人 怎么样 我都这样了 我能对他有多高要求啊 我收拾 你收拾 哎呦 靠 真的 这不是 这不是问题 我们来看看土豆妹 给我们爆什么料 来 娶我先投20万 我准备用这个20万 也制我的马铃薯 护肤瓶 想创业 对 19万不行 不行啊 你觉得自己那个项目 是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找个投资商不就完了吗 找老公干什么呀 投资商不好找啊 老公好找 找完了之后 要是赔了呢 赔了 也不算什么 就是那钱还不还吧 是老公的嘛 那就 不还了 不还他了 他自己干什么 你笑的蜜啊 什么 他还笑的蜜的 不可能 你以前找过单朋友没有 找过 提出这20万的要求了没有 没有的 为什么见到他就提了呢 前呢 是在上学 也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想了 要再隔两年就得40万了 我们的王力呢 该做何选择 我们听听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怎么看 阿乡亲 小伙子 考虑一下 一号 这些够味 够味 怎么能挑战自己呢 就是越那个有劲 越有劲 有味 越把它 按下去 按下去 这就是男人嘛 大家说对不对 咱们习习习习习的话就是 他妈的 那才比他更妈的 小伙子 别让他这个外表 骑着摩托车 或者会 给迷糊住 小伙子有点娘 我现在没有穿线裤 冷的了 他要把线裤穿上就不娘了 我觉得应该选三号 刚才 你说三号这边都惊呼 你不会觉得这样的女孩子很物质吗 你想这个小伙子 一年挣一百多万 不给老婆花男人留着钱出去拐红 是不是 他不说声音 你家里两个老板多好 你们家 家大业大 家大业大 对对 他建议你做这个 一号 那黑个的 我那比较黑 那也是个 麻达女人 你打过你老公没有 没有 从来没打过 这话都不说 他有这么多男哥们儿 好几个追求者还来到现场 你觉得还不 没事 你结婚他们一结着也就结婚了 有时候 你二十二三十年都不见他们 各忙各的光影去了嘛 我结了红子后 然后 前前变心 电话嘖嘖嘖嘖 救护去 电话好吗 你欢吗 你还很有经验呢 说明当年追求者也不少啊 来来来 我过来 我问问 来这位大爷 哎呀 哎呀 您这胡子真好看啊 觉得我们小伙子应该怎么选呢 我希望他选 男人是个爬爬 女人是个哈哈 就把爬爬没吃 他把爬爬没劲 爬爬是什么意思 他去挖下去 男人是个爬爬 女人是个侠侠 安法里装 装钱的 他爬爬没吃 他把爬爬没劲 这是绕口令是吧 看他的体型像个侠下 能装东西 以人为的 神奇健康 发展社会 下头有一个 谢谢 哎呦天 来接下来 王莉咱们呢 跟妈妈 一起的站到台前来 在王莉 做出选择之前 三位姑娘 每人对我们的小伙子 说上一句 最想说的话 来 如果今天你选我的话 以后 如果谁敢欺负你 以后我仗着你 你那么怕 今天如果你不选我的话 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好的生活 现在从一个好的心态开始 我会把整个家庭 弄得很开心 光称位上 我就可以给你好多 比如说欧巴呀 圣上呀 肖子们 大爷呀 你现在开个玩笑 叫一叫我听听 大爷 别管我 行呗 那我今天送一下 我们火石寨 白玉的开门人 谢谢 你看她的表姐 都怀着五个月 孩子还拿着 你只是小人了吗 特别的小 特别的小 特别 然后有什么要说的 你还是学我吧 咱俩一起挣钱 再说了 你又来了我这么多的 马力鼠 好意思不学我 男人的手短 现在呢 我们的王力 在音乐结束之后 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我被一致评价为 是一个女汉子 专忙保护我以后老公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会护着她 会做家务吗 做饭 打扫卫生 哥们都是追求者 他经常吃辣的 胃有点疼 好好照顾他 你是还想把他追回来吗 是的 你结婚 他们一接着也就结婚了 我会把整个家庭 弄得很开心 进来就摆皇上 房间乱的呀 零食和瓦子 在同一个地方放着 家里跟被原子弹炸过一样 大爷 别管我香嘴 看他的体型像个夹下 能装东西 男孩子的活我可以干 盖房子 接瓦片 搬砖头 我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地摊货 吃的之类的 都舍不得花钱 娶我先投20万 找个投资商 不就完了吗 找老公干什么呀 一年挣100多万 不给老公的话 男人留着钱 出去拐货吗 王力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通过相互了解 谁的箱子最先关掉 稍后男女嘉宾 将亮出自己最想过的日子 美好愿景 谁更匹配 我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保护她 很多事情都是武力 能解决的吗 她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保镖 当成了一个保姆 在夫妻生活中呢 这个地位就很不平等 别忘了男嘉宾 还有一个箱子 会下跑选中的姑娘吗 什么意外都有可能 最后一次见她 她就出了家了 相约宁夏西极限 双虎加斯名品 邀您供赏 欢迎进入双虎加斯名品 关聘播出的下面栏目 我是主持人肖东坡 王力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总感觉有一点点不对求 就这些 反正你挺好的 真的 谢谢啊 我们的土豆妹呢 将得到世纪家园网站 免费的钻石会员一年 你知道吗 录制结束后 当地政府主动帮她办理了 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 哎呀 相亲不成 收获不小啊 我觉得以后很可能被淘汰 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泼辣一点 她想跟 厂商呢还剩下两位姑娘 她们呢将亮出 她们自己最想过的日子 看跟我们的男嘉宾是否匹配 在这之前呢 王力 先说说你自己 最想过怎样的日子 十年或二十年之后 想过一年有上千万的收入 所有的开支呀 就是管理呀 都交给老婆 钱也给老婆 家也交给老婆 对 老婆来吃价 对 你呢 我没事钓个鱼 他们想来之后 都对他们去旅游呀 旅旅游 对 家呢把台子啊 老人啊都打理好 对 你回家不用操心 回家之后 我们吃口热饭就行 卧室里有没有袜子 不要紧 那不要紧 都是袜子也行 行 只要有口热饭 这就是你 你觉得最想过的日子 对 先看看我们的女汉子 蒋介员 王小燕 最想过怎样的日子 有事关店门 管家不管钱 我老公呢 他有他自己的事业 他如果说是 哎 你把店门关了 咱们出去旅游吧 然后呢 这时候 我就毫不由YouTube 把那门就可以关掉 我继续在火山 去上班的话 这样我还要请假 特别麻烦 所以我想自己开一个服装店 开一个服装店 随时说走就走 对 管家不管钱怎么讲 他一回来之后呢 家里面是晾汤汤的 非常干净 不会有什么袜子什么的 对啊 有一口热烹烹的饭 往那沙发一躺 就可以吃我的饭了 好 好 真好 真好啊 接着说 不管钱这一说法呢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有好多女的就说 不能发了没 上交 我不这么做 你自己的钱 你自己从 他自己应该有 他自己的那个 管钱的那种头绪 你会把家管好 对啊 家里活什么都不用他干 对啊 都是我干 有敌人来了 还能出手相救 对 然后呢 有个小店随时随地的 关门 陪他玩 陪他玩啥呢 在家里面呢 我给他唱琴枪 跳舞 现在假如就是家里 老公回来 往沙发上一躺 先来段琴枪 交上笑 等会儿等会儿 老公就在这儿呢 来 假如这就是沙发 坐那上 往小哥哥 老公在家里坐沙发上 来 你先给老公表演一下 老公回到家里累了 来 不然唱歌 哎呦好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宝贝 是我的牵管 来看 好像还没玩 但老公还没玩玩呢 下来之后 他带我回去之后 慢慢享受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女记者 最想过什么日子 电视是爱好 吃穿有人管 因为我现在本身是 就是在做 门记这个行业 那萧老师也知道 做咱们这个行业 其实挺辛苦的 但是我又不是属于 那种特别特别拼的人 所以我自己对生活的定义 还是相对比较休闲的 吃穿有人管 是什么意思 老公养家呀 我挣钱是属于 自己的零花钱 家呀什么 这些钱都该他挣 关键是吃 其实我吃的不多 对 咱们胖子都是这样 其实吃的不多 其实咱们 咱们真的是被人误解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 你们两个人分别 对我们王力说一下 他为什么应该选择的是 自己而不是对方 我会唱琴枪 我唱歌是专业水准级的 我之前参加过 别说之前的事了 先唱两嗓子 想听着没呀 给爷来个啥 阿贺后听 又唱哪一个 我的世界 因为有你才会美 我的天空 因为有你不会黑 我还会唱琴枪 唱歌 你先生未必喜欢听琴枪呀 他妈妈喜欢听吗 那可以买截呀 我给他们吧 边按摩边唱多好呀 那我还可以边按摩边唱歌呢 他妈妈是比较老一点的吗 什么叫老一点呀 人家妈妈多年轻 我不是说他妈妈年龄 我说他妈妈的人 不可以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呢 万一人家喜欢HIPHOP呢 主要说为什么应该选择自己 而不是对方 对 好题了 对哦 他不是喜欢打理家庭 我喜欢打理家庭 非常干净 老公如果今天没工作的话 回来从家里拿到吃 袜子呀 什么零食呀 烦死了 不去不往家里住了 走了 你像他哥们多多呀 多不放心 他在这再三回 你保证说不会有问题 是好哥们 谁知道呢 不可能呢 如果说以后 他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个电话哀来了 帮他打架 你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武力能解决的吗 因为我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保护他 不让他受到欺负 我也可以保护他呀 但是这种保护 是有很多种 我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 把家庭管好 不管钱 还不粘人 这样的话 你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让他觉得 很有安全感 听听我们现场父老乡亲 说一说他们啊 跟谁更合适 来 来 一只看好一号 我觉得啊 就是性情上就确实不补 男嘉宾啊 有点弱 他这个身体弱 他需要一个肩膀来威仪 对 这是小男人看的大女人 小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没事没事 我觉得啊 这个女的就跟火石山一样 我们的小伙子就像温柔的水一样 对 寻手的山 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应该选二号 二号你看他找到望夫校 因为做生意嘛 望夫 对 还有我们戏剧有句俗话 他就说 屁股大的女人 送来好 你这看前面的 你往哪看呢 你这是啊 我建议男嘉宾选二号 这收拾整齐的家 那叫五星期大饭店 他不叫家 这个收拾 家就应该是到处都是袜子 而且 不是 灯上也挂着袜子 不是不是 还有一点 就是两个人一起收拾家 这个过程特别幸福 觉得应该选一号 一号哥们多嘛 那一帮人都是看 他老婆的追求者啊 那也没事啊 人家说了都是哥们 追求者那是以前 不是哥们那是向着他呀 他俩万一有矛盾 那帮哥们揍得更狠啊 指对位 指对内 小王应该选二号 因为在一号当中 他这个设计 他未来的婚姻呢 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保镖 当成了一个保姆 我觉得在夫妻生活中呢 这个地位就很不平等 二号呢 他非常有情趣 性格上来看 我觉得小王比较内向 这个比较乐观 一个互补型的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西极县的县委书记 马志弘来跟我们说两句 咱们西极县呢 是中国的马铃薯之乡 中国芹菜之乡 到了西极县呢 不吃我们的猪头豆 不喝我们的芹菜汁 你会很遗憾的 你感觉怎么样 好 看 芹菜汁 芹菜汁 我知道这个芹菜是酱压的 对啊 我得喝一口 对喝一口 酱血汁 那我还得再喝一口 还有酱血糖 那我更得喝一口了 对 如果你这杯全部喝完的话 你三个问题就解决了 真的 真的 好 我们来西极的话呢 像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火石站 也是国家的地质博物馆 和国家的自然保护区 1920年 环球海源大地震 形成一个地震 燕菜湖 还有我们啥呢 西极县呢 也是华夏古钱币 收藏第一线 还有我们的松台油 红色油 所以呢 这个蒋台湖红色纪念馆呢 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所以呢 我也借此机会呢 欢迎啊 全国各界的有识之士 来西极 考察 观光 投资新业 好 谢谢谢谢马仲敬 现在到了你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我被一致评价为是一个女汉子 我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不让她受到欺负 我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 把家庭管好 不管钱 还不粘人 哥们多是追求者 她经常吃辣的胃有点腿 好好照顾她 你结婚他们一结的也就结婚了 有事关店门 管家不管钱 家里面非常干净 她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保镖 一个保姆 在夫妻生活中呢 这个地位就很不平等 不会把整个家庭弄得很开心 进来就摆皇上 房间乱的呀 零食和瓦子 在同一个地方发着 家里跟被原子弹炸过一样 就是整齐的家 那叫五星级大饭店 它不叫家 吃穿有人管 老欧阳家呀 我挣钱是自己的零花钱 她非常有情趣 进格上来看 一个互补型的 你很厚 各方面都厚 但是 总感觉有一点点 家里不留 有一点点家里不留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呢 将得到世界家园网站 免费的钻石会员一年 真叫人遗憾啊 不过录完节目后 当地政府鼓励王小燕 学习深造 考取公务员 她也算没白来一趟 我感觉他们两个不可能牵手成功 因为男嘉宾以及他的妈妈肯定是希望家庭是比较温馨 舒适 非常干净的 而不说是非常糟乱的那一种 现在厂商就留下你自己了 我们来看看王力箱子里的秘密 婚后必须辞职 第一呢就是有能力去养活你 比如吃穿呀 带的呀 啥都可以 第二不想让你出去看别人脸色 他假如说工作不是特别忙 也能照顾上家 也要必须吗 对必须在家 必须必须 对 是不是跟你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有关系吗 有关系 找第一个对象的时候 每次就是有事情就打电话 或者是给他打钱的时候就通通电话 因为我们经常见不到嘛 渴望就是回到家能看到他 能看到他 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这种 特别担心失去的 害怕失去的这样的 对 你曾经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场景 看他 他背面跟他爸爸妈妈走的 然后我在那个二楼站一直掉原来 那是最后一次见他 当时说了什么让你 他就说是 你俩不合 那就算了吧 就说这样 就走了 走了 你这好多年的这个恋情 完了 就完了 对 我来问问妈妈 他对前面的朋友都非常好 他也好 我也对 以前他女朋友也好 他跟美国睡觉 跟美国摩台 美国鼻子 他就死了 他订婚了都没有告诉他 你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 你刚才好像说过一句话 就是前面的那一段经历 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 曾经会占到多大的比例 70% 那我觉得这种伤痛会很深 是不是 对 第一个就是分手之后 差点出了家 真的 真的 第二个 分手之后 那时候特别伤心嘛 然后掉眼泪 然后去云川 找过他十一次 自己开车去嘛 然后来回路上就流眼泪 现在有点近视 眼睛的 眼睛近视都是因为哭的 因为以前我没有近视 现在想起来是一种 毕竟就是走过一段嘛 挺感谢他们的 虽然没有在一起 但是希望他们过得特别好 会不会对未来的另一半 因此会有更多的要求 回家 没有商量 没有商量 你自己琢磨琢磨 现在到了你们两个人 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两个人走到这个 爱情箱子的两边 分别拿上遥控器 在你们即将做选择之前 我代表栏目组 有礼物相送 假如你们今天 能够成功牵手的话 将得到世纪家园网站 Miss You智能手环一队 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 他都能够知道 无论你们是否决定牵手 都将得到金大福珠宝 价值两万二的 那么爱系列钻戒一队 还将得到贵重金沙九月 价值三万元的 婚宴用酒一百平 还将得到 开瑞教科一亮 假如你们两个人 在音乐结束的时候 能够同时按下 手中的遥控器 这个箱子就会打开 表示你们约会成功 假如有一个人 没有按下遥控器 表示你们约会失败 现在到了你们 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男的给我打电话 你不要问试水 我不管你 你也不要管我 一个是这样的 三次以上 你就直接出去 啪啪一块光子 打他脸上 一个是这样的 长这么大认过错没有 几乎没有 爱情是生活的奢侈品 很多人想买 但是就是买不起 人家小伙子 是全线唯一的 青年科技创新标兵 他也亮出了 让姑娘难以招架的秘密 是骑水 你车就特别严重 双虎加斯明品 邀您共赏 现在到了你们 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觉得一个特别可爱的镜头就是 他们俩互相对视了一下 眼睛里交流了一下 手上就都按了 这一颗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俩的事情 好像隐隐约约 我已经有意料了 他们二人应该来一个真诚的拥抱 开始他们的约会 还躲到箱子后面来拥抱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那个一号女嘉宾追求的 那个三位兄弟 刚才是不是去找他去了 对 你真是去找他去了 对对对 你对他说什么 想知道相亲成功的两位嘉宾 未来几天如何约会吗 下周同一时间 你将看到他们用手机 传送回来的约会图片 周六晚9点17分 不见不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